本台记者秋晨9月15号洛杉矶报导 经过18个月的卧底调查 9月15号清晨针对亚裔帮派的黑凤凰行动收网 联邦地方警员联手抓获了18名帮派成员 其中多人遭以贩卖毒品以及非法销售武器等罪名起诉 其非法销售的武器包括多支AR-15型幽灵枪支 在被抓捕的帮派成员中 有华清帮、青龙帮与亚洲小子帮派成员 然而今天这些原为华人社区的传统帮派 已不再坚持原有的名号 而且帮派成员的族裔背景也趋多元化 联邦调查局主导的代号为黑凤凰的行动 9月15号清晨在洛杉矶地区各地同时收网 抓捕了18名帮派成员 联邦检察官以涉嫌毒品走私非法贩卖武器等罪名 对他们提起了诉讼 联邦大陪审团在今年早些时候 已向9月15号被抓捕的7名嫌犯提起了诉讼 联调局表示 黑凤凰行动总共起诉了25名嫌犯 其中4名嫌犯已在15号收网前被羁押 目前警方仍在努力击捕另外3名嫌犯 洛杉矶加州中区联邦检察官罕纳表示 经过为期一年半的调查 警方缴获了28磅冰毒 约1⁴磅可卡因与高纯度的可卡因 以及各类枪支16支 根据检方提供的信息 至少有6份起诉书指控嫌犯涉嫌 贩售重量为1磅的冰毒 有一份起诉书指控嫌犯涉嫌犯售重量为1磅的冰毒2次 涉嫌犯售重量为2磅的冰毒4次 在两份指控嫌疑人涉嫌非法销售武器的起诉书中 两名居住在南加安大略的嫌犯 涉嫌销售了没有产地型号与序列号码的幽灵枪支 其中5支是AR-15型自动步枪属攻击型武器 检方表示部分嫌犯若被定罪 将在联邦监狱服刑至少10年 联调局洛杉矶区域办公室助理主任本纳特说 在此次抓捕的嫌犯中有华清帮、亚洲小子与青龙帮的成员 他表示今天的这些帮派组织趋于权力分散且结构松散 他们被抓捕的地点包括洛杉矶县与南加其他地区 上述三个帮派是多年前盘踞在亚裔华裔社区的主要帮派 本纳特对他们的描述揭示了这些以示威的传统帮派的新特点 蒙特里公园市警局参与了黑凤凰行动 该警局局长戈登在描述现在的亚裔帮派特点时指出 以前亚裔帮派各占山头大家是分开的 可现在亚裔帮派已改变策略 不再坚持自身的名号 如华清等而是大家凑在一起组成犯罪团伙 这位盟事见识以来的首位警局女局长表示 该警局在此次行动中负责收集情报 15号当天该警局的特别行动队负责执行了一个搜查令 他说在被抓捕的嫌犯中无人居住在盟市 也无嫌犯在盟市被逮捕 参与黑凤凰行动的洛杉矶县警局副局长村上表示 破获亚裔帮派的难度很大 需要各方配合 因为亚裔帮派行动低调 使用自己的语言 洛杉矶市警局也参与了黑凤凰行动 洛杉矶加州中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莫若泽克表示 在15号被抓捕的帮派成员中以华人为主 此外还有粤裔甚至是非裔与拉丁裔 如今亚裔帮派成员的族裔背景已呈现出多元化趋势